市民代表谢一轩关心地震灾户的补助事宜 他指出了不论是租金补贴 或者是重建补墙的补助金额 都和现实实际状况成本不符 他又认为是公所应该要逐户意见调查 不排除是由市长带队 向中央来澄清争取提升补助额度 市民代表谢一轩关心地震灾户的补助事宜 他指出不论是在租金补贴 或者是重建补墙的补助金额 都和现实的成本不符 那现在的租屋补贴 又不符合现在的一个租屋的比例 所以这个部分租屋能不能提高 在他们还没搬进新房子的之前 能不能提高这个租屋补助 重建费用现在是一瓶每瓶12万 那大家都知道建物建筑的成本一直在提高 每瓶12万是让住户也要贴钱进来做重建的 我们希望他能够提高建筑成本 从每瓶12万能不能提高到每瓶15万以上 依现在建筑成本以及耐震的一个建筑成本的行情 来做相关的订定 谢一轩建议市工所应该做逐户的意见调查 不排除由市长带队 向中央陈情争取提升补助的额度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们市工所能够集结这样大家的一个受债户的意见 因为我们都有受债户的资料 我们希望能够报到县政府 如果县政府那边就此打住的话 我们能不能来请我们市长帮我们带队 我们一起来到中央跟他们诉说 现在花莲的这个状况 要让他们清楚明白 谢谢旅会欢迎市报道